各位小汽車官的觀眾大家好 今天為了大家試駕一款車 這款車不是我們第一次的試駕 但是因為它的動力規格和驅動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特別再試駕一次 有關於詳細的介紹 我想我就大略上做一個介紹 但是詳細的介紹請大家參與以往的試駕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KIA EV6 GT9的增程版 那說到EV6我想大家現在路上應該看到很多 因為台灣已經售出將近1700台以上了 那這台車是2000年的時候 KIA公佈它的電動車計畫 陸續在2025年前推出11款電動車 而EV6就是其中的第一款 那這是在2021年3月的時候正式發表的 那它採用了HONDAI KIA集團的EGMP的平台 也就是純電車的模組平台來開發設計 那HONDAI IONIQ 5是它的雙升車 那台灣的話是在2021年12月13號正式亮相 那在隔年也就是22年的4月19號正式在台上市的 那有關於這台車的產品重點上面來說的話 它是在23年11月6號的時候 和GT同步亮相的 原先GT Line只有EAWD 也就是四驅的版本 但是現在多了一個後驅的版本 那最大續航里程可以達到560公里 這是最大的不同 好接著我們來看外觀 GT Line的外觀和一般的EV6 不太一樣的地方 其實在於前保感後保感 還有輪弧的造型 還有顏色的設定是不太一樣的 好在外觀上不一一多做介紹 但是在頭燈上面呢 它是標配MATRESS的智慧型的頭燈的 所以造型上其實我覺得是它 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那門把的話 它採用隱藏式的門把 可以改善空氣力學 那在接近車身的時候 它也會自動開啟成這樣子的模式 可以方便你開門 那全景天窗的話 是只有GT Line的EAWD是標配 好我們現在看到內裝呢 我想如果熟悉Videos的人 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雙浮式的方向盤 有動能回充的撥片 那Driver Mode的話 是在左下角可以控制 那如果是AWDOS的話呢 而是在左邊的控制鍵 可以來做控制 左邊的控制鍵 也可以控制儀表板的資訊 那右邊的話呢 是這個影音系統車機的控制 坐進來車內呢 其實可以感覺到 這個車雖然它要價超過200萬了 但是確實 無論是外觀的造型 或者是內裝的質感 和設計呢 都有它的這個一定的水準在 所以我覺得以它的價位來看的話 其實算是相襯的 特別是設計感部分 雖然這台車也 上市一段時間了 但是你看這個懸浮式的中控台 加上內裝的用料材質 甚至配備等等 我覺得以這個等級的價位來看的話 都還是稱得上夠水準 像這個Meridian的音響 其實效果是很不錯的 那在前方的螢幕方面呢 雖然不像現在很多電動車 用非常大的螢幕 但是呢 雙12.3吋的曲面螢幕 其實科技感也是還蠻夠的 那在整個氣氛的營造方面 特別是晚上 其實開這個車看起來非常的炫 因為燈光的處理 可以讓它的線條 整個都呈現出來 好那再來除了這一些做 我們再來看 它的一些細部的質感 我覺得做的是不錯 比如說像門板的置物槽 它就還有直毛的處理 像一般的車就不會這樣做 那前面的話呢 開闊感有 但是它的中文台又設計得非常舊手 包含了啟動 跟這個熄火的開關 是在這個地方 那排檔的話呢 是採用旋鈕式的設計 後面有無線充電板 然後後面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置物槽 那下方的話 當然也是很大的置物槽 這置物槽真的很大 所以一般的包包 大概是可以放得下的 所以這也增添它的方便性 好那座椅上面的話 我覺得造型感是不錯的 那它採用類機皮打孔的處理 那這張座椅呢 冷熱通風都有 那特別是通風 它的風量非常的大 那除了座椅的加熱之外呢 也有方向盤的加熱 那在前方的這個觸控螢幕方面 一般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是空調的觸控螢幕 操控起來有兩個旋鈕 所以左右獨立空調的話 操作起來是很方便的 那這裡輕輕一按 它還可以變成音響的控制面板 所以這設計上呢 是有巧思的 那現在的EV6 其實也有中文化的 在車載系統方面 但比較可惜的是 車聯網的功能比較弱 不過呢 基本上啦 它裡面除了說沒有導航之外 它有A4 Carbber Enjoy Auto 應該可以滿足一般的需求 不過如果是無線的 我覺得會更好 其他的方面部分呢 雖然說這個車聯網的功能 和車機的功能不是那麼樣的強 相對於比如說Tesla 比如說BMW 這一些品牌可能不是那麼樣的強 但是呢 它還是有一些獨門配備 比如說遙控停車 這樣東西我覺得就非常的炫 還有遙控停車的功能啦 還有V2L等等 其實以電車來講 它這個比較別處形材的東西 還是還蠻多的 那另外空間很大 我覺得實在它主要優點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後座 好我們來看後座 後座的話我覺得空間是相當大的 但是因為它車高 不像其他健身對手來的這麼高 所以它坐的距離高 我覺得是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進出來講是更加容易的 因為稍微低一點 那後面是全平的 那以我們最常看的電車的平段標準 就是後座的腿部支撐的話呢 我覺得雖然不像油車那麼好 但是基本上可以舒適的乘坐的 而且這個座椅呢 以背可以調整 所以調整它最寫的時候 配合上它的大空間呢 我覺得後座是舒適的 那其他設備部分包含了 中央扶手 而且中央扶手有雙模式的 這也是別於小思 那當然也有通往行李箱的 這個通道啦 那後座出風口的話在B柱上 這跟O系高級車的座法呢 是比較接近的 還有充電孔的話設計在椅背上 所以這個使用的便利性呢 也會有所提高 而且從這裡看 前方座椅的椅背呢 是很有設計感的 好那接著呢 我想我們這次的重點呢 是上路 我們就趕快上路試駕 好我們現在開這個EV6 GT-Line的 增程版 這個後輪傳動的來上路 那先基本的規格 為大家來說明一下 電池的話其實都一樣喔 它屬於EV6大規格的電池 這個電池的話77.4度 其實和原來的EAWD的車型是一樣的 但是呢它的續航里程 變成了560公里 在WLTP的測試的模式之下 比原來多了64公里 原來是大概496公里 不到500公里了 所以呢其實減少一顆馬達呢 是有它的好處的 就續航里程變長 但是也有缺點 什麼缺點呢 最大的動力喔 動力是有一點縮減的 比如說最大馬力呢 從原來的325匹 減到了229匹 一下就少了將近100匹 那最大扭力呢 因為少了一顆馬達 也從61.7公斤米呢 變成35.7公斤米 所以也縮小了蠻多的 那當然這就反映在 加速的性能上面 從原來EAWD的5.2秒 現在呢增加到了7.3秒 增加足足2.1秒 然後這是0-100官方公布的 加速的數值 所以為什麼要引進這個二船呢 我覺得這取向不同喔 其實現在很多人買電車 都覺得說加速一定要很快 但是你如果是從油車的消費者 換過來的話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不會 對加速那麼敏感 因為大部分的電車 你開起來都會覺得加速度很快 像我們今天試駕這一台EV6的二船 就是這樣的感覺喔 雖然說看起來比四船的 慢了2.1秒 在0-100的加速喔 但是實際上還是7秒多 就可以完成0-100的加速 特別是在市區 或者是我們高速公路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加速是非常快的 就是很輕快的啦 其實大多數的人呢 應該也會覺得說 這個加速是非常輕快的 而且相較於油車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性能已經算好了 但是呢它的續航里程又長 如果以官方公布560幾來說的話 其實你就算打點折喔 我認為開個400多 接近500喔 你不要狂抽猛送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啦 那像我們先前的話 就執行了一次這個 到台南充電測試的任務嘛 所以以到台南來說 其實基本上也不用充電 我甚至開到高雄也不用啦 所以真的是沒有什麼里程焦慮 那如果說相對於來講 四傳的車型的話 雖然性能很好 而且它的循跡性更強 但是呢它的續航里程 相對就比較短 如果不到500 官方公布的數值的話 那實際上開起來大概400 多一點點喔 可能就會比較緊繃一點啦 那當然我是覺得一定夠啦 但是這個就看每個人 不同的取向啦 以寧靜度來講 我覺得這印象蠻深刻的 這台車呢 是我試過的電動車裡面 豪華品牌不說啦 那甚至包含部分的豪華品牌 納進來一起比 也是可以的喔 就是它的寧靜度 跟它的行路性的表現 真的是很好的 那寧靜度我覺得最寧靜 印象最深刻是Ari 但是EV6呢也是很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很講究這個的話呢 這兩台呢 寧靜度跟行路性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拿來 跟同級車對比的一個標準啦 那當然兩台車的取向也不一樣 這個EV6雖然是韓國車 但很歐系啦 跟Aria那種日系的 開起來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這是不良點 那當然跟Tesla這種美系的呢 那當然差異有更大喔 好 最後來講一講 什麼樣的人適合買這個 因為我剛剛有一直講調一點 就是這台車 你光看售價表的時候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跟四輪傳統的車 你才差大概10萬塊左右而已 但是性能差這麼多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你自己去考量 因為如果你很需要這種 長距離續航力的安全感的話呢 我強調是安全感 那你就應該選擇這個車 如果你喜歡EV6的話 那這個續航力程 放在其他的競品來看的話 也算是很長的續航力程 那再加上外觀啦 內裝的質感 配備方面都很不錯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有200萬的預算的話 EV6的GT GT Line的長續航版本 應該還是一個優選啦 那這個是你喜歡EV6的人啦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電車 應該滿足部分的性能的話 那當然四輪傳動的 才是性能真正好的啦 EV6呢最大的強項 來自於它的800V架構 因為它的800V架構呢 以它的充電的最高 峰值的功率來說的話 240千瓦 如果你對上功率足夠的 快充站的話 其實充電速度真的非常快 如果你是常常要依賴在外面充電的人的話 這一點是必須要考慮的 因為就平價品牌來說 我所謂的平價 就是大概200萬這個區間 200萬以下或者是左右這個區間 那買到了800V 大概也只有Kia跟Kiong的兩個品牌 那這兩個品牌風格差異非常的顯著 所以怎麼選擇 要看你自己喜歡 但是如果你要買到最好的驅動的架構 800V的架構的話 那看來EV6確實是 它到目前為止 還是它一個很大的強項 在充電速度方面 那另外它的能耗表現我覺得不錯 這個能耗的表現呢 不是說它真的有多厲害多厲害 但是我覺得它三電的系統 管理的系統是還算蠻細膩的 所以相對來講 它的能耗表現會比 有一些同級車來的更好一些 那其他的優點方面的話 我覺得就是空間很大 還有外型真的很漂亮 即便現在來看的話 但這個見仁見之我必須強調 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或者是你更喜歡別種風格的話 也是大有人在嘛 所以這個很主觀 好那再來其他的優缺點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買電車呢 你是很想要有這種車聯網的功能啦 如果它自家的系統非常的強 非常的先進的話 那抱歉這個還是傳統車廠的思維啦 那TESLA的話會這兩樣表現會比較好 那TESLA的三電管理我覺得也是好的 也是很不錯的 要說它的缺點的話 我覺得有幾樣東西能挑啦 比如說它的車聯網功能真的是弱 雖然它有一些遙控停車 但是看起來很炫喔 但是車聯網的功能 我想現在大家不只電車嘛 油車豪華品牌也發展越來越好了 比如說BMW 比如說賓士 現在都在很強調這一塊嘛 那這個台灣沒有 國外當然有啦 但台灣沒有的話就是比較遺憾一點啦 那當然看你個人的要求囉 那至少現在是中文化 那車輛的本質設計是很好的啦 而且這個車賣車還有一年免費充電 我不知道是現在還沒有 如果有的話我覺得 也是一個很好的優勢啦 那我們上一集的話 有訪問了幾位車主 在充電站巧遇的幾位車主 那他們最真實的聲音 我想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啦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試車 跟大家分享 我是小棋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那天去台南 不是中途故意去台中衝了一下 對啊 明明還有70%就硬要去衝 呵呵呵 我們就買個全家回來就差不多了 我都還沒出來 對啊 你們就拔槍了 呵呵 才衝5分多 就衝10% 欸 它其實在20到80%的時候 功率真的非常快 對 而且很穩定 對 尤其旁邊美車的時候 太少了 太多了 謝謝 谢谢观看